什麼都漲 只有薪水不漲 以後是不是比較沒有這樣的藉口了 馬總統提出軍公教今年調薪3%的計畫 企圖也要帶動民間企業全面調薪 讓大家能夠有感 結果呢 看一看 好像只有不到一成的企業 會因為馬總統喊話 真正要替員工調薪呢 軍公教可能將調薪3% 但是民間的企業會因此也調薪嗎 根據人力銀行最新的統計資料出爐 會因為馬總統喊話而調薪的企業 目前不到一成 而且平均節只會比預計調薪的伏路 再增加1.17% 其餘的九成企業都表示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說真的希望透過所謂的軍公教調薪呢 來影響普遍的上班族都可以雨露均沾的話 我想這個難度還是相當高的 其實根據人力銀行年初時的調查 金融業包括了新光金 國泰金 第一金 富邦金 安太盈以及彰化盈 就曾表示今年將全面加薪1%到3% 穿載龍頭的台塑調薪幅度 渴望高於往年的3%水準 而玉龍集團則以超越4.47%為目標 秉新的台灣員工調薪上看5% 黃航計劃加薪3% 中鋼爭取調薪2% 但這些會調薪的企業其實只佔了三成 另外有高達7成的企業 本來就不打算調薪水 雖然馬總統帶頭喊企業加薪 要為基層員工謀福利 只不過到底有沒有實質的前景賬 上班族還是得看各家老闆的臉色 總經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總經文在的